OK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的历届作答题的部分 下图是植物细胞的结构示意图 结构Z只存在于植物细胞而动物细胞没有 虽然看不太出来是什么 不过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华文版 这个黑黑这里应该是细胞 细胞蛇 然后这个应该是大叶炮 这样子Z只有植物细胞有应该就是那个业力体答 那它的用途应该是光合作用场所 OK 这一题的答案是 在这边 OK 所以你要选两个都要选 业力体还有是功能是光合作用场所 两个都要选 还有呢他就问说植物的细胞哪一个结构呢具有一定的形状 然后呢它是什么物质 那这个是细胞壁是有一定的形状 它的这个 它的物质呢是那个纤维素 所以这一题是细胞壁还有纤维素 好 两个都要选 以下列来是 细胞危害健康 它的这个有害物质呢是储存在哪一个结构呢 哇 这里没有人做对啊 它是储存在一泡那边 像这个西瓜的甜味啊 西瓜的甜味啊 先烟草的这个有害物质啊 刚才还有一题是什么 哇 洋葱的这个气味啊 也是都是储存在这个 液泡那边的 ok 第二题 将其对应的构造和名称 放下来 so A的这个叫做伸缩泡啊 A的叫伸缩泡 B的叫口沟 有吗 有吗 B的 B 哦 它只是问三个东西而已 所以包钢在哪里啊 包钢应该是E这一边啊 然后呢 线毛应该是B的这个结构吧 A是伸缩泡 那伸缩泡呢 是把这个水分啊 呃 排到体外 然后移动的这个是线毛了 B了 然后呢 不能消化的物质排到体外呢 就是包钢了 哦 so 这题 呃 应该是怎样做呢 呃 包钢是E 线毛是B 伸缩泡是A 所以移动的是线毛B 呃 把东西残渣 食物残渣排出体外的是包钢 B 然后呢 把水分呢 和废物呢 排出去的是A 啊 那个伸缩泡 ok 好 接下来医早 是吧 医早的这个结构啊 它在 很像眼睛这样子 我这个 左右啊 这一边啊 大概是靠近头那边 这个是盐点来的 H 然后呢 I呢 是叫做淀粉核 或者有一些叫蛋白核 还有两个名字啊 你上网找有一些是谁叫它淀粉核 有一些叫它蛋白核 反正就是营养了储存的地方 H是盐点 B是淀粉核 好 再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 龙中华的学生啊 他取了一个人体的口腔细胞来观察 B C D分别是什么 哎 为什么我用复选的 为什么我用复选呢 B是细胞膜 C是细胞核 然后D是细胞质 具有遗传的是细胞核 洋葱表皮细胞有 上皮表皮没有的是细胞B 呃 液力体跟液泡 应该就是这个最后一体有复选了 ok 所以B是细胞膜 C是细胞核 D是细胞质 遗传 遗传物之中最重要的作用呢 应该是细胞核了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遗传信息啊 然后呢 洋葱表皮 你看我也中了陷阱吧 洋葱表皮是没有液力体的 ok 要注意哈 什么不是所有的植物细胞都一定会有 液力体 液力体一定要是在叶肉细胞那边才会有 所以这一题啊也是很多同学会圈到这个液力体 就变成错了 洋葱表皮有上皮表皮 就是我们的口腔上皮啊 就是动物细胞那边的 所以呢 差别在于 细胞壁还有大叶炮 大叶炮 草铝虫呢 借助什么来摆动呢 它是线毛 边毛应该是医找 那草铝虫呢 摄食的作用呢 应该是在口沟 摄食作用的结构应该是口沟 15泡啊 15泡啊 这样也有道理啊 不过15泡比较像是吸收啦 消化吸收的结构了 摄食我们是从外面吃进来罢了 所以这个全口沟会比较恰当一些 那草铝虫跟医找的结构有什么不同呢 草铝虫是有线毛的 有口沟的 有包钢的 至于医找的话呢 是有边毛 业力体 细胞壁 还有原点 OK 所以自己分成两半啊 两个部分 人们把草铝虫跟医找啊 这些我们统称什么呢 呃 错误的 你 你可以叫他微生物 两个都是微生物 两个都是单细胞生物 原生生物 两个其实都是属于原生生物 啊 两个都是属于原生生物 虽然有一些 有一些旧版的啦 旧版的书 他可能会觉得说一枣属一枣类 就是植物 但是新版的 因为你看啊 把它放在植物也是有点怪怪的 啊 因为它有边毛可以移动 所以 之后呢 我们把它 呃 五界 我们有新的一个方式呢 新的那个分类方式呢 我们叫它五界分类 它是把它编排在原生生物 但是你不能把它们叫做细菌 啊 两个其实都不是细菌 哎 两个都不是细菌 再来看第五题 啊 第五题 啊 第五题是这个 显微镜的 镜筒的作用是 镜筒是吗 连接物镜跟物镜嘛 塞物台呢 就是放那个放波片嘛 反光镜呢 是反射光线 呃 物镜转换器就是调换那个 转换那个物镜 啊 那 出 细菌胶螺旋呢 是使得我们的 物镜呢 更清晰 啊 所以 镜筒是连接物镜和物镜 塞物台是放波片 呃 反光镜是反射光线 呃 物镜转换器 调换物镜呢 细菌胶螺旋使 物镜 呃 物镜更清晰 OK 大概就这样子了 1个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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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勺